鹿骨香農会为了推广在地优质稻米 规划了健康米食推广活动 盼透过介绍民众认识瑞田日光米 与新生体验割稻米食DIY等内容 来推广在地优质稻米 鹿骨香中低海拔地区 现在也种了很多的蔬果 所以现在就是不只是冻牛荣茶出品 那我想水稻然后蔬果各方面 都是鹿骨香盛产的农作物 他们也会体验不同的 比如说收割的方式 到谷晒干的倒调的方式这样子 我想这个对我们农村来讲 是一种很好的推广的活动 这次树林区农会家政班一行人 也来到鹿骨参与活动 有许多成员都不曾有割稻子的经验 从这次的活动中也能够亲自体验 并从中了解到农民的辛劳 并希望透过此次活动 让两方农会能够共同成长 那现在政府一直推行休闲农游 那我们也是让我们的家政班有这个机会 把农村生活的体验带回去 互相成长互相学习 这边割道的感觉像我们回到幼儿时 帮我们家里一起割道的时候 感觉很舒服很高兴 终于我今天在76岁的第一次体验到 虽然我割了没有多久 但是我觉得流好多的汗 才体会到我们农民的辛苦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我们从小都没有割过道 来这边割道真的是感觉非常好的体验 谢谢农会给我们这个机会表现 谢谢哦 县运员吴对方感谢入股向农会 推广在地农产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活动 吸引更多人前来入股 促进地方农业发展 这次我们六国农会可以来办理 健康米食推广活动 让很多人实在说六国的好的米 也帮助农民推广行销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的办理 可以把我们六国的优质的农产 介绍各位 吸引更多的人前来 促进地方农业的发展 议长和胜丰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也期许透过活动 让更多人认识入股出产的优质稻米 借此带动地方产业的成长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